穿上綠色球衣跟著立法院長以及國會立委一起踢足球 看著台灣隊與公使隊的正況 鎖國駐台公使心情都寫在臉上 但這緊張的情緒並未延伸到台所外交關係 他再度重申現狀並沒有改變 兩年前現任總理來訪 蔡總統出訪南太平洋時也曾經到訪 但今年出訪的三個國家中就已經缺了索羅門群道 我國在太平洋的六個友邦可說是親一髮而動全身 他講的是目前 萬一有狀況真的會產生骨牌效應 因為我們在當地在該地區 有高達六個國家的邦交國 現在兩岸政策搞不好 跟中國大陸變成是在邦交國的競爭上的話 那當然很容易讓我們邦交國游走在兩岸之間 那也唯有外交修兵對我們來說是最好的方式 就怕引發骨牌效應鞏固邦誼成為政府的當務之急 以及有林家惠王志文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我們在於任何時期見 我們就要把這個地方 谢谢大家